第十九集 告诉你了我是在公开区外 不在里面 孟昊一脸气愤 那大汉本来就受伤 此刻惨叫的声音都微弱了不少 仿佛只有近气快没出气了 这一幕落在四周修饰的墓中 顿时传出阵阵吸气之声 一个个看向孟昊的目光 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恐与骇然 这里面还有几人是昨日历劫倒地的 此刻忽然觉得自己昨日非常幸运 最为了解孟昊的 还是昨日那第一位买药的修士 他看着凄厉惨叫的大汉 看着孟昊凶残的神情与跳起的身子 他顿时冷汗直流 心惊肉跳 对于孟昊这里 觉得更为恐怖 越看越觉得 孟昊此人太损了 眼看就要被孟昊生生采得昏死 曹阳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 眼前模糊间不知怎么 浮灵心智 颤抖地抬起完好的左手 高高举起 手中多出了大把灵石 我 我没啊 曹阳用全部的力气 发出了一声强烈的喊声 仿佛生怕孟昊听不到 孟昊正要落下的脚立刻一顿 愣了一下后 脸上绿色一闪而过 重新换成了人畜无害 柔弱书生的样子 笑眯眯地赶紧抓过灵石 你早说呀 孟昊上前扶起曹阳 拍了拍他身上的脚印 连忙取出一粒松骨丹 递了过去 带着腼腆地说道 大汉身子哆嗦 看向孟昊的目光 带着强烈的恐惧 尤其是孟昊如今的样子 更是让曹阳内心颤抖 恨不能立刻离开 远离着披着人皮的 洪荒凶兽 此刻的他 倒是与昨日那修饰的感官一致 兄台 我看你这身伤势吧 一律丹药 估计很难短时间治愈 你仇家应该不少吧 要不你多买点 孟昊搂住曹阳的肩膀 仿佛是为了对方考虑一样 孟昊此话一出 大汉顿时身子僵了 莫说是他 此刻就连四周的众人 在听到这句话后 都是一个个倒退数步 看向孟昊的目光 更为恐惧 买 买点吧 曹阳颤抖开口 声音微弱 若非是被孟昊扶着身子 怕是立刻就会歪倒 哎 对了嘛 一粒丹药一枚零食 童所无欺 兄台放心 我不会趁火打劫提高价格 你问问四周的师兄 我养丹房分店的口碑老好了 孟昊表情亲和 从口袋里取出十几粒活鱼丹 看到这么多丹药 曹阳面色 郁家苍白 再看看孟昊那亲和的表情 只觉得背后隐隐发凉 心中不寒而栗 咬牙买下 哎 要不说兄台识货呢 我这东西可都是养丹房正品 孟昊说着 又从储物袋内 取出了几粒止血丹 拖在手中 曹阳看到孟昊又拿出丹药 顿时一个机灵 看了眼孟昊的储物袋 心中充满悲苦 再看看孟昊的脸上 满是对自己的关爱之色 曹阳不傻 自然明白孟昊这是什么意思 心中低血 但还是命重要 百般无奈地 从储物袋里掏出零食 一脸不舍地递给了孟昊 孟昊将零食取走 微微一笑 拿着丹药 一粒一粒地放在曹阳的手中 击翻下来 曹阳储物袋内的零食 已经全部变成了 手中堆积如小秋的丹药 曹阳的心中滴血更多 脸上的肉都心痛地哆嗦起来 然而 再看孟昊时 孟昊的手中还托着五粒丹药 心中一惊露出绝望 那 之前的丹药呢 已经可以让你恢复伤势了 这五粒氧气丹 是你伤势好转之后 用来调养身子的 孟昊脸上依旧带着关切之意 看着曹阳 没了 真没了 曹阳看着搂住自己的孟昊 快哭了出来 孟昊没有说话 还是那副亲和的表情 可却让曹阳看得头皮发麻 再忍心痛 咬牙取出几样法宝 有飞剑 有法棍 还有几枚凝灵丹 灵石实在是没有了 我只有这些东西了 咋那么见外呢 法宝也可以 梦浩直接将曹阳拿出之物 一扫而走 放入储物袋内 片刻后 曹阳欲哭无泪地 拿着大把的杂品丹药 被人搀扶着 匆匆离去 梦浩心满意足地拍了拍储物袋 这次是晌午 他就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暗自琢磨 不可生意做绝 于是见好就收 此刻 收起大旗 向着四周修士打着招呼 说着明天见这种 让人听到后头皮一炸的话语 迈着大步 走出平顶山 时间一晃 过去了大半个月 这大半个月来 梦浩在低阶弟子之中 名气如日中天 低阶弟子几乎大都知晓 在平顶山上 出现了一个养单房分店的杂货铺 这铺子里有各种杂品丹药 且铺子主人修为惊人 俨然已经被誉为 与陆轰一样 处于平顶山巅峰 更被广为人知的是 这杂货铺的主人 看起来是柔柔书生 但实际上脾气极为暴躁 诸如此类的流言 已经渐渐传播开来 这一日午后 曹阳面色苍白地 从其居所内走出 虽然肤色不好 但伤势已经痊愈 让曹阳忍不住 暗恨孟昊高价 卖给自己的丹药 效果的确如其所说 正正好好 够恢复之用 他呢 躺了半个月 直至近些日子 才可以活动自如 此刻他神色露出迟疑 仿佛犹豫不定 直至很久 这才一咬牙 豁出去般 缓慢地向前走去 在外宗内走了不久 来到了一片 巫舍不多的区域 直奔最右侧的 一间巫舍走去 曹阳求见陆师兄 在这巫舍门外 曹阳抱拳一拜 巫舍内 盘膝坐着一个 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男子穿着绿袍 相貌不算俊朗 但有狂傲之意 此刻闭着的双眼 微微开合 露出一缕 多多精芒 嗯 合适 回陆师兄的话 我 我前些日子被人抢了 曹阳赶紧开口 内心很是忐忑 外人传他与陆师兄 是表亲 但他自己知道 表亲是真的 可是对方呢 根本就与自己 没有什么亲情 平日里长久闭关 毫不理会自己 如今他也是 一口气难咽 这才找来 听到此话 陆师兄神色内 露出一抹不耐烦 淡淡开口 强你者何人 是一个叫做孟浩的 外宗弟子 孟浩 陆师兄略意沉思 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 数月前 将汉灵丹 送给许师姐的身影 正是此人 如今他不学无术 在平顶山 开了个杂货铺 到处向那些 惨烈厮杀的同门们 兜售杂品丹药 谋取暴力 兜售丹药 陆师兄皱了下眉头 但目中 却是精芒一闪 是啊 此人现在于 低阶弟子中 名气极大 他在平顶山 开了个杂货铺 贩卖杂品丹药 逼人抢买 都是同门 他如此做法 让人怨声载道 羞与为伍 人人不齿 天人共愤 还请陆师兄 主持公道 曹阳一脸愤愤 想起了自己 当日的凄惨 曹阳的这些话语 陆师兄没有在意 他此刻双眼 是越来越亮 修为到了我这个层次 总想低阶弟子 会落的身份 我在靠山宗这么多年 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方法 开个杂货铺 兜售丹药 嘿嘿嘿 陆师兄深吸口气 拍了一下大腿 心中暗道 曹阳一愣 他隐隐听到 屋舍内传出啪的一声 不知这是什么声音 但却不敢多问 随后 便被陆师兄打发走了 根本就没提 替他报仇的意思 一日清晨 孟浩带着逾越的心情 拿着他的大旗 身上挂着七八个储物袋 迈着大步 走向平顶山 这大半个月来 他已经习惯了这条路 走得很快 不多时 就来到了山顶 依旧坐在大石上 随着他的出现 平顶山的修饰 一个个都面色苍白 这大半个月来 他们已经被孟浩折磨得 萎靡不振 可除非是断绝来此地 否则的话 修炼要抢夺 外面区域又不允许生死 也就没有了威慑 只能是硬着头皮在这里 好在呢 一个个大都有了提防 只要孟浩一走来 就立刻不打了 第二十集 平顶山上的修士 见到孟浩过来 虽然会停手 可总是有杀红眼的 也总是会出现彼此曾经有死仇的 于是 孟浩的生意虽说少了一些 但也不错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孟浩占据了这里之后 此地死亡人数明显减少 这一点被他时常念叨 已经成为了他兜售丹药的一句口头语 于往常一样 孟浩正在寻找目标 他心里暗自琢磨着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考虑着云杰县一些店铺开张时 都要找些人做托 于是有了想法 脑海正在完善时 忽然眉头皱了一下 他发现在不远处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神色中带着一抹狂傲 上山后 居然拿出一杆大旗 树立在旁 这旗帜明显要好过孟浩的布山 上面竟然写着 与孟浩这里近似的几个大字 养单房第二分店 这青年正是陆轰 身为低阶弟子第一人的他 修为与孟浩近似 都只是差一丝 就到了三层巅峰 孟浩看了几眼 便不再理会 这种做生意的事情 本来就存在了魔法 只是对方旗帜的名字 让孟浩有些不喜 平顶山上的修士 此刻也都看到了这一幕 一个个面面相去 但随着人多 渐渐厮杀再起 半个时辰后 孟浩双眼一亮 扛起大旗 快速走向正在厮杀的二人 几乎就是他旗杆一立的刹那 不远处的陆轰 也迅速走来 将旗杆立在了一旁 两杆大旗这么一立 那彼此打斗的二人 顿时冷汗流下 在他们看来 身边这二人都是强者 平日里一个就罢了 可今天居然两个都出现 被他们盯着 这二人顿时忐忑 孟浩连忙抢先开口 哎 兄台 买我一粒丹药保平安吧 一枚零食一个 同搜无欺 买陆某的丹药 一样保平安 陆轰看了孟浩一眼 由杀鸡一闪而过 在另一侧冷淡说道 那二人心惊胆战 根本就不敢继续打斗下去 匆匆拿出零食 分别买了丹药后 赶紧离开 孟浩瘦瘦起眉头 这种买卖明显是强强啊 长久下去 这公开区定会没人来了 不是他的本意 就这样 直至赏武 孟浩的生意 比往日减少了太多 除了早上的一单 几乎没有开张 反倒是陆轰那里 不管青红皂白 直接一战 逼得人不得不买 若有不买立刻出手 使得还没到晌午 平顶山上就几乎空了 陆轰看着收获的数十枚零食 尽管表情冷淡 可实际上内心却是火热起来 的确是个好买卖 要是我之前就想到 也不会因为总抢低节弟子 被几个师兄耻笑 只不过这姓孟的在那里 让人看得厌烦 他来此根本就不是为了 曹阳之事 而是为了模仿孟浩 此刻看到了甜头 顿时更热衷了 隐隐确定了 要一家独大的念头 看向孟浩时 杀鸡一闪 再学几日 我就杀了他 第二天 因陆轰身为低节弟子第一人 极微之下 尽管公开区人少了很多 可余下的那些不知晓昨日情况的 也都苦着脸 不敢不买他的丹药 孟浩这里不愿如此做生意 一整天都没开张 尤其是那陆轰看向孟浩时 杀鸡越来越强烈 直至在第三天黄昏 孟浩沉默临走时 背后传来陆轰狂傲的声音 传遍平顶山 被此地不少人都听到了 明天若是还看到你那杆破棋 我就废了你全身 修为 孟浩脚步一顿 没有说话 可眼中却露出一抹寒芒 迈步走远 回了洞府 本就是他模仿我在先 抢我财路在后 纠战雀巢之下 竟然还想废物我 修为 孟浩双眼露出一抹灵力 想起了这几日 对方目中频频闪过的杀鸡 起身推开了洞府第二间时事的门 在这门打开的瞬间 立刻浓郁的灵气扑面 孟浩毫不迟疑地盘膝吐纳 积累了几个月的灵犬气息 在这一刻宣泄 被孟浩全部吸入 日出黎明之时 孟浩睁开眼 目中金光闪闪 他的修为有所突破 不再是距离巅峰一丝 而是直接成为了 三层巅峰 大半只脚踏入四层 但这一步 却不好跨越 修为越是靠后 就越是艰难 尤其是五层 七层 各有瓶颈 更为艰难 孟浩瘦起眉头 咬牙之下 打开储物袋 忍着心痛之意 将他这段日子换来的 所有凝灵丹 全部取出 不惜耗费零食 立刻用铜镜 玄妙之处 将本来就不少的凝灵丹 变出数倍之多 凝灵丹尽管效用甚微 可是若是数量大增 自然多少 还是具备一些效果 但却无法多次进行 除非一次比一次更多 直至彻底失效 我若不抢先废他 此人明日就会出手灭我 孟浩毫不犹豫地 取出凝灵丹 吞入口中 他体内灵气 本就只缺一丝 此刻随着 大量凝灵丹的融化 顿时 孟浩身子一震 他感受到了一股 磅礴的修为 在体内如洪水 掘地一般爆发开来 脑海轰鸣间 整个人刹那 亦是模糊 当清晰时 他双眼开合 又精芒一闪 可距离宁气四层 还是差了一丝 孟浩一咬牙 此刻顾不得起他了 再次复制了 数量更多的年龄单 毫不迟疑地吞下 一次 两次 直至第三次时 孟浩脑海轰鸣之声 极为强烈 如有波涛汹涌而来 最终 轰的一声 孟浩眼前模糊 大量的污垢 从他汗毛孔内 不断地密出 每出现一些 孟浩就会清醒一分 身体也都通透很多 直至半个时辰后 孟浩双眼一凝 精芒更甚 完全清醒时 目中露出 夺目之芒 宁气 四层 孟浩感受到体内的修为 如滚滚长河 随着运转 甚至有阵阵 风雷之声传出 气势惊人 孟浩神色平静 低头取出 储物袋内的 十五把飞剑 这些飞剑 都是他这大半个月来 交易获得 样子相同 虽出自宝阁 但却智识 还有一些 其他样子的法宝 都是交易得来 深吸口气 孟浩闭目养神 静等天明 入了宗门 踏入修行 与身不由己 以我修为 可去抢夺 但我不愿伤人太多 故而想出生意之事 可如今 此人先抢我生意 又对我威胁 要废我修为 欺人太甚 清晨一刻 孟浩睁开眼 走出洞府 清洗了全身污垢 直奔平顶山 清晨的平顶山 经过孟浩这大半个月来的兜售 尤其是 露轰这几日的霸道 修饰已经很少 尤其是 清晨时 更是稀少 只有那么两三人 在外盘膝而坐 几乎在孟浩来临的一瞬 那几人 顿时睁开眼来 一个个沉默中 心里却着叹息 按道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什么时候 可以恢复如月前的样子 但很快 这几人纷纷一愣 他们看到孟浩 居然没有进入山顶 而是在旁边 盘膝坐下 闭目一动不动 这反常的表现 顿时让这几人诧异起来 相互看了看 似乎想到了什么 都有些幸灾乐祸 时间渐渐流逝 日上三干之时 慢慢此地的人 多了一些 但毫无例外的 几乎所有 踏入此地的修饰 都被孟浩这 与以往不同的举动 吸引了目光 纷纷猜测之下 使得这平顶山上 出现了 始终没有打斗之事 莫非 昨日陆师兄的话 起到了作用 这孟浩未知之下 已不敢在此地兜售了 哎呀 定是如此 陆师兄身为 第一阶弟子第一人 这孟浩岂能不怕 让他滚 他就必须要滚 想不到这家伙 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只会欺负我等低节修士 这一次 看他如何嚣张 以为不拿破棋 陆师兄就会放过他 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 被他们强烈畏惧之人 哪怕是强强 也没有怨气 可若是不认可 哪怕是温和的买卖 也都怨恨不已 陆轰基 未已久 从最早的狠辣出手 到如今的强行买卖 众人尽管无奈 可也都能忍受 甚至大都还觉得 陆师兄变得温和了 第二十一集 孟浩入山不久 又没有强硬的嚣张 孤儿哪怕是温和的买卖 众人也都怨气极深 这些话语落入孟浩耳中 但孟浩神色如常 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闭目打坐在公开区外 不是他不想进去 而是他的修为 到了宁气四层 已进不去公开区 众人议论之时 平顶山下走来一人 此人穿着绿袍 三十多岁的样子 神色中戴着威严之意 背着手缓缓临近 正是陆轰 几乎就是此人出现的刹那 孟浩双眼目然开合 露出一抹精芒的同时 他的身子 在众母睽睽之下 站起一拍杵无带 立刻一把白色小剑出现 剑光树丈 寒气逼人 在孟浩迈着大步及时间 剑光随同 直步露轰而去 这一幕落入四周之人墓中 立刻掀起了嗡鸣之声 此刻他们岂能看不出来 今日孟浩并非畏惧 岂能不明白这孟浩 今日竟是要寻 第一阶第一人 露轰的麻烦 这 这竟是与露轰一战 嗨 他们早晚都要一战的 孟浩伤了曹阳 且陆红抢了孟浩生意 这一战 在所难免的 就是没想到 孟浩竟然真的敢出手 不过 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吧 陆师兄宁气三层多年 此次孟浩必败呀 几乎在孟浩起身迈出的一瞬 陆红那里 双眼同样精芒一闪 按道 本打算今日若这孟浩在你 就斩杀了此人 既然对方敢主动出手找死 我成全就是 他冷哼一声 不退反进 在众人目光里 他身影化作大地长红 直奔孟浩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从储物袋内 飞出了一把金紫色的飞剑 这飞剑刚一出现 立刻传出刺耳剑鸣 一时之间 金紫之色扩散十多帐外 是陆师兄的紫阳剑 对对 正是紫阳剑 听说这是陆师兄 当年不知立了什么功劳 被宗门单独赏赐之物 犀利非凡的 二人一个山上 一个山下 此刻急速间 瞬息就临近到了一起 轰鸣回荡间 陆轰面色一变 嘴角溢出鲜血 身子退后几步 看向孟浩时 以待惊容 宁气四层 孟浩面色难看 自己刚刚踏入宁气四层 还没有稳固 散不出四层真正之力 方才看似简单的一击 实际上 却蕴含了莫大的凶险 他面前的一把飞剑 已经出现裂痕 明显不如对方法宝锐利 险些那一剑就要被伤到 孟浩虽说 与人打斗的经验不多 但这大半年来 时常入荒山寻寿 反应极快 尤其是这些日子 在平顶山 也看了不少打斗 此刻在路空退后的一瞬 他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在储物袋上 猛地一拍 顿时 飞出一把飞剑 随同之前存在裂缝的那把 两只飞剑 化作两道剑光 直奔路空 与此同时 左手掐绝 身子向前逼近 四周火焰之力 木然凝聚 在孟浩迈出三步后 立刻一条手臂粗心 但却足有 半丈长短的火蛇 骤然出现 这火蛇灵动 出现后 一声嘶吼 冲向路空 路空面色再变 来不及擦去嘴角鲜血 身子急急后退时 眼中有利色一闪 自存 哼 这孟浩想来也是刚刚踏入四层 我有法宝之力 今日一战解苦未定 若能灭了此人 倒也立刻立微 至于身后的许师姐 我难道就没靠山不成 想到这里 路空目中 杀机一闪 右手掐绝 立刻在他手中 出现了一团水球 其内光彩闪耀 一甩扔出 还在半空时 水球立刻爆开 化作无数羽剑 直奔火蛇 与此同时 一仗法宝锐利 掐绝向前一指 立刻他的紫阳剑瞬间飞出 砰砰如斩铁之声回荡 孟浩的两把飞剑 竟在与紫阳剑碰撞的刹那 全部崩溃碎裂开来 使得那紫阳剑 随着那些羽剑 直接与火蛇碰到一起 轰鸣回荡 掀起阵阵尘土倒卷 火蛇消失 羽剑成为雾气扩散 紫阳剑倒飞开来 其上紫阶光芒有些暗淡 剑刃上已出现了一道裂缝 可却依旧带着锋利 宁气四层又如何 没有力气杀你不难 就算是火蛇术 每到宁气五层 我看你能施展几次 陆荒尽管心中肉桶飞剑 但表面却是长啸 身子不退反进 你的飞剑 虽力也有极致 我看你能斩多少把 飞剑吧 我有的是 至于宁气五层 有许世界时常担药相助 我总会踏入 孟昊面无表情 可内心却是很紧张 这一战才算是他 真正与人斗法 此刻身子索性不动 右手再拍储物带 立刻三道剑光飞出 竟又出现了三把飞剑 直奔陆轰 陆轰面色顿时难看起来 但却来不及多想 嘀吼一声 立刻 孟昊的三只飞剑 就与紫阳剑碰撞开来 三只飞剑全部崩溃碎裂 但紫阳剑的紫芒 已经消散了大半 上面的裂缝更多 看得陆轰心痛至极 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孟昊那里再拍储物带 面无表情中 又有三把飞剑呼响而起 甩手间一条火蛇凝聚 又一次飞出 这一幕落入四周众人墓中 立刻一个个心神震动 他竟然 竟然让陆师兄如此狼狈 他竟是宁气四层 他才入宗门多久 居然到了宁气四层 定是四层 不然 绝不能让陆师兄如此了 可 可他怎么修炼这么快呀 血师姐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 该死的 我要是有个这样的靠山 也能如此快速修行啊 唉 众人顿时翁鸣 纷纷露出难以置信 以及强烈的嫉妒 陆轰的面色这一次彻底大变 身子立刻后退 咬牙之下 掐绝向前一挥 水球再现 他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居然这么多法宝 轰鸣回荡 随着孟昊三把飞剑的崩溃 随着火蛇的崩溃 紫阳剑的光芒 已经暗淡到了极致 但让陆轰骇然的是 孟昊那里 依旧面无表情 居然又取出三把 剑光呼啸间 一声震动四周的巨像爆开始 这三把飞剑 虽说也崩溃了 但那紫阳剑 发出了一声悲弃的剑鸣 随之四分五裂 陆轰双目欲裂 身子亮颈退后 喷出大口鲜血 死死地盯着孟昊 孟昊看似面无表情 但实际上内心也是肉痛 每一把飞剑都是灵石 此刻右手一挥 火蛇树展开 身边火蛇丝口环绕 随着孟昊冲向陆轰 他身影如红 刹那间临近退后的陆轰 随着火蛇的丝吼 孟昊手中飞剑再现 剑光带着杀鸡 转眼逼近陆轰身前一仗之内 这是你逼我的 陆轰劈头散发 衣衫沾满鲜血 他入宗门至今 从未像今天这样狼狈过 此刻双眼通红 低吼中 一把撕开衣衫 露出了挂在脖子上的一个 翠玉葫芦 全身灵气 不顾一切地疯狂涌入这翠玉葫芦内 这葫芦翠绿之芒 刹那间四目耀眼 轰鸣间 竟然在陆轰的身前半空 隐隐出现 扩大了数倍 半人多高的巨大葫芦虚影 但陆轰明显 修为不足以催发此葫芦 这虚影仿佛随时可以崩溃 还没等完全成形 陆轰就喷出鲜血 身子直接倒退 面色惨白至极 但目中疯狂更胜 露出强烈的杀鸡 尽管这葫芦还没有成形 但其内蕴含了的灵压 让孟昊面色漠然一变 就在这时 那虚幻的葫芦 猛然间发出巨大轰鸣 一股冲击 从葫芦口内猛地宣泄出来 成了一道粗大的绿光冲出 直接粉碎了火蛇 将孟昊身影刹那淹没在内 这是王腾飞师兄送我的法宝 本来要在宁气四层才可以施展 既然你找死 逼我付出代价不到四层就施展此宝 这一次你也死定了 陆轰淒厉地大笑起来 可他的笑声还没等传开 立刻整个人如同雷霆轰击 直接愣在了那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